儲存新檔一下或者直接儲存 名稱的話我們叫index 2好了OK 直接用 原來的sample來改 你可以在旁邊參考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 就是建立 第一個是先建立首頁 第二個的話呢在裡面的我們建立什麼建立那個我們需要的頁面那剛剛講到 我們幾種做法 第一個我們先用那個不寫程式的方式 那第二個等一下再來看如何把 要寫就是說呢 把原來的五個page變成一個page就是讓他可以自動的 幫我們跳頁 不過這部分的話呢需要 利用那個javascript來來撰寫一些一些程式 那裡面的話接下來就是我們用的 JQuery mobile裡面然後一樣插入頁面 頁面部分的話呢這個地方直接按確定好了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會有需要用到第一個是首頁部分 那首頁我需要也是需要頁鎖 按確定 OK 那再來底下的話分別再加上 我們另外的五個頁面 包含就是說呢 這個頁面名稱的話我們乾脆叫page1 1一直到page的 page1一直到page5 那其實除了可以插入頁面之外 有時候我會比較偷懶的像 我看好像 我們班上有些同學對那個程式碼比較熟的話 我是比較建議 你乾脆直接貼上 然後改什麼呢 改這個地方 把這邊把它改成page2就好了 然後這樣會有時候會比較快了 不過前提是 你可能要對這個程式碼 要稍微熟悉 那我還是強烈建議各位 一定要對這個html 這個程式碼要 要有一點程度了 不然的話 很多時候 其實都是從這邊做修改的 如果說你要 一直靠工具上面的工具來做 其實有的時候會反而慢很多 OK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再插入最後一個頁面 最後一個頁面名稱 我們叫about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我們就產生了 這幾個頁面總共會有 一個首頁 三個 這個 那個照片的頁面加一個about 分別把這幾個部分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的話 分別把上面的名稱稍微改一下 上面名稱稍微改一下 可以參考一下這邊的頁面 OK的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試試看